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另一个野异地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东湾野异地 你怎么来东湾呢?其实基本上只有一个方向 你一天就去咸田湾那里,然后咸田湾走过来大湾 然后从大湾走山腰过来东湾 那边就是这个大湾 你沿着山边这条径走过来这里 接着呢 在后面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东湾 也是其中一个野营区 来这里也挺麻烦的 没那么简单可以过来 因为你要走一些小路 旁边的小路过来的 所以加上是没有厕所 和没有水供应的 水是要山水,但是你要看季节 如果有些旱是不会有山水的 所以你一定要带上所有东西的 你把小路过来烤者 才有小路过来 我想我们回来 我是不是就走 你的小路过来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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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到,因为前一段时间是这样下雨,所以还有水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来的话,是有山水的 最好当然要有这个测液会安全很多 但是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下雨的话,河水很快就会干了 所以如果来这些地方,就要带足够的水 另一个东西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些路的确是很难走的 如果你背着一堆东西的话,这些路就会更难走 所以呢,真的少一点体力和技术的人都不建议过来这边野营的 那我们呢,这里上去呢,就会是这个东湾的了 这里上去呢,就是这个沙滩 那左边呢,其实有垃圾区的 那如果有垃圾,其实都可以放在那边的 因为呢,会有来清的 我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到,其实呢 那边呢,其实是垃圾区的 那边呢,其实是垃圾区的 刚才在这边来的 那边呢,就是垃圾区的 很多地区呢,都很,环境很漂亮的 自成一角,细细角 你看,平地平的 好像这里那样 那周围呢,有树的 但是那些树就不高 所以树荫呢,就遮得不高 最好呢,你有个天网,这样就可以了 那后面呢,有人搭了个天网在那裡 那样呢,哇 那样看起来很棒 你只需要有个帐篷 放在这里呢,那就配到漏油了 那边呢,我把这些队射是它的 大队射的 好,这些队射的 这些队射的 最好就是 那边呢,就像没关系 就像这个队射的 一样,隔天网 你有一样 但,我会有点 其實這裏有一個垃圾站 有一個垃圾站 有一個垃圾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